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留学加拿大的学术自由与创新思维 留学加拿大的学术自由与创新思维简直就像是冰雪覆盖的枫叶既美丽又充满活力 作为一位教授我常常被学生们问到加拿大的学术环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深入见解和有趣的故事 首先加拿大的学术自由就像是那无边无际的北极光绚丽多彩令人神往 在这里学生们被鼓励去质疑去探索甚至去挑战传统的观点 你可以在课堂上畅所欲言提出任何问题 哪怕是为什么冰球不是奥运会的主流项目 当然答案是因为加拿大人已经把它当成了宗教 这种自由的氛围让学生们能够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 再来说说创新思维 加拿大的大学常常与各大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 推动跨学科的研究项目 比如有一位学生在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领域 提出了一个用人工智能来预测植物生长的项目 结果他的研究不仅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还吸引了一家初创公司的投资 想象一下这位学生在毕业典礼上 手里拿着学位证书 另一只手却握着一份创业合同 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学霸逆袭 当然加拿大的学术环境也有其独特的幽默感 曾经有一位教授在课堂上问学生 如果你们能发明一种新型的枫糖浆 你们会加什么成分 学生们纷纷举手 有的说巧克力 有的说香草 而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则认真的回答 我会加点辣椒 全班哄堂大校 教授则感慨 这就是创新思维的力量 敢于达破常规 最后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背景 也为学术自由和创新思维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学生们 在一起碰撞思想 激发灵感 就像一锅丰富的杂烩汤 各种口味交融 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风味 无论是来自亚洲的留学生 还是来自欧洲的学者 大家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总之 留学加拿大 不仅是获取知识的过程 更是一个培养创新思维 和学术自由的旅程 在这里 你不仅能学到书本上的知识 还能收获无数有趣的故事 和宝贵的经验 希望未来的你们也能在这片土地上 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加拿大院校与专业 选择适合自己的加拿大院校与专业 听起来就像是在挑选一件合适的外套 既要合身 又要时尚 还得能抵御寒风 作为一位教授 我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 同时也不乏幽默的元素 让我们在严肃的选择中增添一些乐趣 第一了解自己的兴趣与目标 首先 问问自己 我到底喜欢什么 这就像是在问一位美食家 你喜欢甜的还是咸的 如果你对某个领域充满热情 比如计算机科学 心理学或是艺术 那么选择相关的专业 就像是选择一份美味的菜单 记住 选择专业不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 而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热情 二 研究院校的声誉与课程设置 接下来 研究一下不同院校的声誉和课程设置 就像挑选一部电影 你可能会查看评分 评论和预告片 加拿大有许多优秀的院校 比如多伦多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迈吉尔大学等 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强项 选择适合自己的院校 就像选择一部适合自己口味的电影 别被华丽的海报迷了眼 三 考虑地理位置与生活成本 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想象一下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位于北极圈的学校 可能会在寒冷的冬天里感到无比孤独 甚至连企鹅都不愿意陪你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城市 不仅要考虑学费和生活成本 还要考虑气候 文化和社交活动 毕竟生活在一个你喜欢的地方 学习起来会更加愉快 四 了解职业前景与实习机会 选择专业时 了解职业前景和实习机会也很重要 你可能会问 我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吗 这就像是在问 我能否在这部电影中找到我的角色 一些专业如工程 护理和计算机科学 在就业市场上非常抢手 而一些专业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 去寻找机会 确保你的选择 能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铺平道路 五 参加开放日与咨询会 最后 参加学校的开放日和咨询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你可以亲自感受校园氛围 和在校学生交流 了解他们的真实体验 就像是试穿那件外套 看看它是否真的适合你 别害羞 问问题 甚至可以开个玩笑 打破僵局 有趣的故事 让我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位学生在选择专业时 听说心理学专业很热门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结果 他发现自己对心理学并没有太大兴趣 反而对烹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 他转学到了一所烹饪学院 成为了一名大厨 现在 他不仅能做出美味的菜肴 还能用心理学的知识 来分析顾客的口味偏好 真是一举两得 总之 选择适合自己的加拿大院校与专业 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既要认真对待 也要保持幽默感 希望这些建议 能帮助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道路 祝你在学业和生活中 都能如鱼得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活中的心理健康 与自我管理技巧 留学生活 就像是一场没有彩排的戏剧 充满了意外的转折 和令人捧腹的瞬间 作为一位教授 我常常看到 学生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中 既有欢笑也有泪水 今天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心理健康 与自我管理的技巧 当然 夹杂着一些幽默的故事 让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中 探讨这个重要的话题 一 适应新环境的心理调试 留学初期 很多学生会感到孤独和不安 想象一下 一个来自热带地区的学生 第一次在北欧的冬天里走出宿舍 结果被一阵寒风吹得直打哆嗦 此时 心理调试就显得尤为重要 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建立社交网络 加入学校的社团或活动 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记住 朋友就像是留学生活中的暖宝宝 能在寒冷的日子里给你温暖 保持联系 定期与家人和朋友视频聊天 分享你的留学趋势 即使是我今天吃了什么的小事 也能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 二 时间管理的魔法 留学生活中 时间管理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 想象一下 一个学生为了赶论文 熬夜到凌晨 结果第二天上课时 像个行尸走肉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以下是一些时间管理的小技巧 制定计划 使用日历或代办事项清单 合理安排学习和休闲时间 记住 学习和放松 就像是酸奶和水果 缺一不可 设定小目标 将大任务拆分成小目标 完成每个小目标后 给自己一些奖励 比如吃一块巧克力 或看一集喜欢的剧 这样不仅能提高效率 还能让你在学习中找到乐趣 三 心理健康的自我关怀 在留学生活中 心理健康同样重要 曾经有一位学生告诉我 他在考试周期间 几乎每天都在图书馆里熬夜 结果导致焦虑和失眠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尝试以下自我关怀的方法 定期运动 运动不仅能帮助你保持身体健康 还能释放压力 想象一下 跑步时的你 就像是电影中的英雄 迎风而跑 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了身后 练习冥想 每天花几分钟进行冥想 帮助自己放松心情 你可以想象 自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海滩上 听着海浪的声音 所有的压力都随风而去 四 寻求帮助的勇气 最后 留学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寻求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学业上的问题 还是心理上的困扰 学校通常都有心理咨询服务 记住 寻求帮助并不是软弱 而是勇敢的表现 就像一位学生曾经说过的 我宁愿在咨询室里哭 也不愿在图书馆里崩溃 结语 留学生活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旅程 心理健康与自我管理 是我们在这段旅程中 不可或缺的伙伴 希望大家能够在异国他乡 找到自己的节奏 享受这段独特的经历 记住 生活就像一场戏剧 尽管没有彩排 但我们可以用心 去演绎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了 三个重要的话题 留学加拿大的学术自由与创新思维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 加拿大院校与专业 以及留学生活中的心理健康 与自我管理技巧 每一个话题都充满了乐趣和深意 让我们在严肃地学习之余 也能轻松一笑 首先 加拿大的学术环境鼓励学生质疑和创新 这种自由就像北极光斑 绚丽多彩 其次 选择合适的院校和专业 就像挑选一件合身的外套 要合乎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目标 最后 留学生活中注重心理健康和自我管理 将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这个新环境 享受学习的旅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 幽默与轻松的态度 其实是我们应对生活挑战的秘密武器 无论是面对学术压力 还是在选择专业时的犹豫不决 我们都可以用幽默的方式来缓解紧张情绪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留学生活中 您是否也有过有趣或难忘的经历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故事或提问 让我们一起交流 共同成长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